记者刘宇庆彤湖报道,国民党府提名前县长赖锋为回国参选彤湖县长,前彤湖县党部主委郑清发随即宣布投入县长选战,蓝营面临分裂,彤湖县党部表示将开除郑清发党籍,郑清发则说没有政党奥援,势必是坚信选战,但相对也无政党包袱可尽心为民服务。 郑清发原本是台电公务员,投入县议员选举,郑清发人就成功转换跑道当选,九年县议员生涯,在本届与苏昆雄打党成为国民党县长,副县长候选人,最后败给绿营陈光复,虽然失去政治舞台,但郑清发人情走基层,并曾担任国民党澎湖县党部主委。 他虽然加入国民党,但被外界视为党内姑鸟,郑清发人坚实说对的话,做对的事,不讲因政党利益绑架民众福祉。 郑清发投入选战,没有政党奥援,虽然很辛苦,但他说,这些年来澎湖非兰几率,民众幸福感有提升吗? 缺乏医疗治疗,轻壮年人口外流,冬季观光动能不足,垃圾处理等等,这些问题十年前就存在,却沦为每四年选举年炒作话题,既然无法让人民获得幸福。 为何我们要选择蓝或绿,不执着于色彩? 澎湖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。 郑清发坚持以无党身份参选,国民党澎湖县党部主委吕永泰说,郑若坚持参选,就只有开除党及处分。 蓝营县长候选人赖封为也寻求转换余地,强调国民党没有分裂的本钱,只有团结才能击败掌控行政资源的绿营县长陈光复,呼吁郑清发能以建民扶持慎重考虑。